比方上次做到什麼程度 我們就丟什麼程度 我們就兩半分 好幾半分 好 然後我們先丟這個 第一個要丟之前 先準備到目前為止 每個程式 再一三區 然後你要準備好幾層 你要上到資料庫裡面去的時候 你要用哪一些板 我把它拽進去 好 那這個欄 就是這個 好 那這個我們現在用到的是 拿幾個資料去 第一個是STOP 用到的 然後其他的我都還沒用到 我們只用了STOP 那待會我們要去寫資料 寫購物車的時候 我們是用FUKI FUKI根本不只要購物車 它是在練習一段 那之前的 那之前的SELL連頂 可以丟嗎 一樣可以丟 老師 你SELL0跟SELL0的資料庫 都同一個嗎 同一個 我們之前不是做過兩個 紙網站 不是一個SELL嗎 是 這是紙網站 兩個 這是第一個做 今天我們做第二 這種樣態的紙網站 它會使用FUKI 至少這是OK的 是吧 這都做好了 那我們就丟這個 做就可以了 就SELL過去 因為它使用的資料都一樣 所以我建議一次就搞定 好 那這個 是不是用到了 一二三四五 它用了五個 對 那我現在要把這五個 讓它產生SQ 對 OK 好 SELL 程式很多 你看SELL的程式 好 然後我們就用SELL 那SELL這裡改成SELL的程度 就好像你LOGO管理怎麼測 就是你怎麼用 你就怎麼用 這不就是SELL的嗎 它是好的啊 你要身體會員 它一邊綁會員 好 OK 那這裡有一個會員 會員我們整次是不是放在不料夾 SELL不料夾 然後還有 Invenger的資料夾 還有哪一個資料夾 Invenger有沒有用到 好 有 INFGS的圖 對不對 然後INFGS 這個是放在上一層的內層 是INFGS嗎 還是用它 也要錄一下 上一層 它跟SELL是平行的 對 兩個都跟SELL平行 喔 平行 這兩個 那就跟SELL平行 好 好 好 我們用了這個 對不對 他們用了JQuery 對不對 這個一定要有JQuery 那如果你用CDN 這兩個就不用上去 如果你沒有用CDN 你就要自己準備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這樣 好 那我們用了大概用了很多 這是我們的檔案系統 這個檔案是不是全部都要上去 上去 都要 有 全部都要 好 所以這個檔案系統 它是掛在哪裡 上牌你會傳到哪裡去 傳到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 這個檔案系統 這個資料夾 我們要做這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 它是放在HT EOS 這些檔案 要放在這個資料夾 下 下面可以用C-Tental的線上檔案管理去做 它也可以用FDB來做 它可以用FDB來做 它用這個做檔案慢 用FDB做 啪啪就上去了 不到一分鐘 就把這些檔案都傳過來 就傳上去了 所以我們會 焦度的用這裡來做 這樣 好 好 它也不用壓縮 壓縮太慢了 包包裡還可以壓縮 好 麻煩 好 那 這個系統的 測試 一堆 這個系統的程式 一堆 那個程式也要上去 好 好 你先說在這個下面 一堆 好 那 因為這個很多 會不會感覺太大 好 所以我們先做簡單的 這個是不是很簡單 只有一個 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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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這個系統的程式 就上去了 然後你就設這個系統 就好了 這樣 對 對 直接做得簡單 但做得很大 這個太多了 對不對 一樣一樣 來 好 好 所以我們先做這個 先做到這裡為止 然後傳到遠端去 然後 你做完一次 立刻再傳 再遠端就可以測試了 好 好 第一個呢 我們就要先打包 好 那打包呢 打包可以一次把打包 共用嘛 這兩個檔是共用 共用 各樣的檔 只是這個檔用不到 用不到其他的這兩個 他還是會用到這兩個 這個檔 我們等一下做這個檔 他還是會用到這兩個 所以你可以先 先把這幾樣都打包 把這五樣打包 變成一個SQL 你先讓它產生吧 不管你要這個也好 這個也好 你都不用再做了 一次 好 所以這五個不要 把它打包 那打包當然又要用什麼 快兔 用THP by the mean 可以 第一個 現在是我的 好 然後我就上去 好 THP by the mean 好 OK 好 先進到 那帳號密碼 我也都不改喔 因為你到遠端去以後 已經不能用它了 這時候我才用 好 接著呢 你就進到Sell裡面去 好 好 然後接著說 會出 導出 好 導出 好 好 選擇資定 然後選擇你要的資料庫 好 我們剛剛講 我們就先把我要用到的現場 好 第一個 這個Memper data要不要 要 要 好 這個也要 這個也要 然後這個公車也要 然後 stock 也要 12345啦 好不好 就這五個 好 然後打包 變成SQL 好 然後直接按執勤就好了 好 OK 好 好 好 那執勤了以後 要儲存嗎 欸 為什麼今天這界限又改變了 可以這樣自己沒有嗎 好 知道 剛剛 剛剛忘了進來資料庫的時候沒有選好 好 儲存檔案 Yes 好 OK 好 那儲存完了以後 然後它就回到你的下載 OK 好 那找一下今天的在哪裡 在這裡 就是SQL1.SQL 然後我可以改嗎 可以啊 先把它改 今天是1080503 OK 可以嗎 OK 好 好 好 就這個待會我們要利用這個 那這個呢 到別次今天為止的嘛 你可以把熱器也加到下面去 好 好 然後把它COVID到我自己的保存的資料夾 可以嗎 好 好 免得毀掉 好 我再放到我自己的資料夾 剛剛下載的喔 好 那這個不用看了 等一下下載就擋住 好 把它拉到你的編輯器 看一下 你剛剛下載的喔 5月3號4面5號的內容是這樣 我要建立這個資料夾 但是8000DL它是放在Sale資料庫 所以意思就是我要在遠端建立我的資料庫 不建得要叫Sale 我叫任何一個名字都可以 所以我們會等一下呢 要先去建立我們的資料庫 這個 好 第三步呢 要去建立你的資料庫 輸入你自己資料庫的名字 來這裡喔 這是你可以要輸入的喔 這是系統給你的 這個帳號 你的帳號是系統 好 好所以呢 你要先連到你的資料庫 那這是我 我昨天晚上去申請的 然後我的C Panel在這裡 好 它給我的 好 所以我就連上來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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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樣它出現這個C Panel的 好 就這個叫做Visma style的這個Panel 因為有很多人提供免費空間 或者租用的空間耶 它有兩種面板 一個叫做C Panel 你看到這個這樣子喔 燈子的畫面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另外還有一種是各家 各家設計不一樣的 它用它自己的控制面板 所以就不是這個畫面 所以你看到這個畫面 通常我們就叫它C Panel 就知道大家都一樣 那進來的畫面也會是一樣的 那進來的畫面也會是一樣的 好 所以呢 我用我的帳號 好 然後後面呢 用我的密碼 好 那填完以後呢 那你就可以Lock in OK 好 它就會進到這裡面來 這個就是你的控制面板 好 那控制面板 提供的你會用到的 有東西就是檔案跟資料固文 其他的你都用不到 Domain 你多加一個Domain 定義你自己的Domain 然後它有給你E-mail 你會去使用它的E-mail 像我是不會的 好 所以我幾乎用到的就只有File 那File要建立你的植物網站 好 好 那 資料庫就要建資料庫 好 這裡呢 就是第一步做完喔 第二步我也做完喔 我們要做第三步 要建立你的資料庫 那資料庫建的時候 請你先想好 你要把資料庫 用什麼名字 隨便 隨便你先想好四個字 五個字 六個字都可以 不要太長 他們都可以自己找麻煩 好 四五個字叫 所以我會取一個 我們去叫我 我 我會取一個 附名的Db01 OK 大小姐都可以 盡量用一個小姐 好 我會用這個名字來搭我的資料庫 第一個資料庫 那第二個我就02 第三個我就03嘛 這樣我比較好記 好 所以我要建資料庫喔 好 第三步驟喔 我要建立資料庫 那當然是選什麼 選你的這個Data Base嘛 那因為一開始沒資料庫 所以請你先選這個什麼 小海豚 不是看到小海豚嗎 小海豚是誰的 是買新口的logo 對 好我點下去了 好 點下去以後 第一個看到打字沒有 它要你建立一個新的Data Base 那新的是不是在這裡建 那前面不就是它的內定的名字嗎 對 它給你的帳號就這裡 所以就在這裡 我要建FBB01喔 就個人取個人的好不好 好 你要跟我一樣 我也每一間都可以 你個人記取個人的名字 那我是為了比較好記 那我就打了以後 我要不要停下來 還是 你們跟我畫面一樣 還是我做完 我做完 好 那我打上去以後 我就下一個 CREATE A DATA Base OK 我就建立了喔 建立了以後 下面你就有一個Data Base喔 記得你的名字 Data Base的名稱喔 然後你的USER NAME喔 然後你的密碼喔 它不會秀給你看啦 然後你的買新口的HOST NAME 你的資料不在哪裡的意思啦 好 然後接著你是不是要用 買PHB買C 買Odemy連上去 所以你在這裡直接要連它 你就點一下這個Odemy就好了 如果你要建第二個資料庫 那你就繼續建 如果你現在不想建 那以後再建 都沒問題 它這裡已經告訴你 你現在可以使用400個資料庫 你現在使用的是第一個 所以400個做做有餘對不對 那對我來說 我只要一個資料庫就夠啦 對我來說啦 除非我真的要建另外一個 不同的系統 我會用第二個 第三個這樣子 OK 好 然後我就直接要連這個 那如果你建了三個 這裡就有三條喔 所以你現在要使用哪一個資料庫 你要單獨的去連結它 這裡會出現三條喔 如果我建第二個 FDB02 OK 然後再Create 好 它就出來三個喔 所以這裡是不是應該都一樣 只有這個資料庫的名字不一樣 好 那我現在要連第一個喔 它新的會放上面喔 好 我連它喔 好 連它第一個呢 就是 資料庫進來了以後 接著它問你 你要做什麼 你不是要建資料表嗎 你已經有資料庫啊 名稱就這個喔 就是 這個就是你的資料庫名稱喔 我們原來的資料庫名稱叫什麼 Sale Sale 這裡喔 Sale而已喔 那現在一轉 轉成這個喔 轉成這個 轉成這個喔 轉成這個喔 那我寫來這裡喔 轉成這個 這麼好喔 所以以後你要連線的時候 你的資料庫就要指定這裡到這裡喔 就不是Sale喔 原來我們怎麼連資料庫 不是用Sale去連嗎 那現在你就要改用這個去連 這就是你要連遠端的時候 好 待會兒我剛才變成要連吧 好 好啦 所以這裡就不用你一個一個去建 我們剛剛不是做了點SQL嗎 你就在這裡選擇導入 對吧 然後瀏覽 然後選擇 剛剛我們不是把SQL建到這裡嗎 欸 這個就是這樣 好 就選擇開啟 OK 然後按知情 好 好 他說 他已經做完了 做完了以後 你是不是可以看節奏啊 好 可以看到這五個資料表就進來了喔 好 你看一下SQL有什麼東西 偵查嗎 偵查喔 進來了喔 好 好 就來這裡 讓你先建資料表 同時把它 你資料準備好 然後把它準備要丟上去 資料來 好 OK 好 第一步先準備好了 你的東西 好 這個用什麼 當然用你Local自己 Localhost的 很密碼 HP Mile 很密碼 Localhost喔 先用你的Localhost 聲音 好 細舊 散發 Localhost 好,它會下載到,下載的資料夾 然後改一下名字讓你認得是今天吧 好,謝謝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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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現在在圓端就要顧 對 要幹 對 還沒弄 還沒幹 還沒幹 現在做第三個 第三個副作丸 然後現在我們要做第四個 可以 不要老弄長喔 這個名字不要搞得又臭又長 你自己要寫吧 好 這是我 這是我的資料庫 好 我是這樣學的嗎 好 待會 用我的例子改你自己做 然後又做我的辦法 好 請來 我們是不是要建一個CELL01 所以 剛好我們之前我們也用CELL01對不對 這是一個直網站的資料庫 所以我們要建立這個直網站資料庫 CELL01它怎麼建 這裡寫了兩種方法 好 那我們先用第一種向你 第一種方法 好 以後 後 後 後面要建的再用第二種方法 來講 好 好 以後 好 以後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你的URL 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控制面板在哪裡 你已經有操控制面板 你已經有操控你的URL了嗎 對嗎 麻煩的書 要是它點你的位置 你要用它給你的位置進去 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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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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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性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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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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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